Google Play 今日公布台湾2019年度最佳榜单 台湾开发的APP表现亮眼 Sleep Town不仅浓获台湾、香港、泰国的年度最佳应用程式 更浓登全球15地的最佳自我提升应用程式 植物保姆2则攻上六国榜单 我们非常开心今年又再次得到了Google Play 肯定 尤其最让我们开心的是这次获得奖的APP是Sleep Town Sleep Town其实作为我们第二个产品 它其实算是我们Forest好像有点成功 那会不会到底是运气好 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这样子的成功 或者说这样子的运作模式复制过来 让我们可以不断产生新的想法 帮用户解决更多问题 那这一次的获奖其实代表说 我们在这样子过程中确实累积到一些经验 两款APP一开始就锁定海外市场 植物保姆2上线时便推 反减英日韩五种语言 以美国加拿大的五成多占比为大中 睡眠小镇则有中英发文等 其用户多分布于欧美地区 受益于Google Play这样面向全世界的平台 可让产品发挥最大的影响力 睡眠小镇及植物保姆2 皆是以游戏化方式打造数位健康APP 利用完来帮助培养养好习惯 这一套是一款帮助你培养多余睡眠的APP 并且要在APP里面设定好 你想要的睡觉时间还有起床时间 并且在规定的时间内乖乖的上门睡觉 并且不要用手机 那你就可以获得一段可爱的小房子 放到你自己的床镇里面 而植物保姆2是款超级可爱的喝水提醒器 每天打开会看到一株可爱的植物出现在你的眼前 当你每次喝水时就可以为它喝一杯水 选择你平常喝水的杯子 它就会得到经验值慢慢长大 你就可以累积各种植物来养成你的温室 我在我的就是设计的 是参与设计的过程 跟我从小接受教育的过程 我都觉得玩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然后刚开始当然有一个名词叫游戏化 就是它就是把游戏元素应用到非游戏的领域里面 那我们这几年呢 就有发展出自己的理论 其实叫玩心设计 就会让每件事情充满玩心 结合在一起 透过自己的理论呢 去发展出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 对于这种培养习惯 就是说就是要你帮 帮助使用者去完成一件事情 完成一件目标 我们就有发现用户有一些反馈 说 请我跟男女朋友互当完之后 然后结果都还是继续拿来抽到滑手机 而且看对方也没在线上 对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好像用户会会有个需求是说 我们需要跟朋友和家人有一个互相多处 一起共同完成一个目标的一个情境 所以我们在今年初推出了小圈圈的这个功能 那小圈圈它就是让你跟你的朋友家人可以一起组队 然后设定一个一样的睡眠目标 那只要你们一起达到这个目标的话 你们就可以盖世界器官在你们的小圈里面 像金字塔、太基马哈林之类的 我们触及到的是比方说专注、睡眠或是像喝水这样子的东西 这完全是每一个只要身为人类就有的问题 那就再加上游戏化这样的方式 也可以很容易去跨越文化之间的一些隔壁 我觉得网路有趣就是它很容易就可以把全世界的人联系在一起 在开发APP这样的产品 然后它透过Gropay这样的品牌散播出去的时候 我们大概一开始就是想着 是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使用这样的产品 所以在第一天开发产品的时候我们就是想 能不能开发什么样的产品 可以让不同国家的人都会受到喜爱这样的感觉 那我们做的产品不管是喝水还是技步还是技障 其实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 但是它应该被解决的却没有人去解决它 那我觉得从创作者这种直话的角度就要去思考说 我们可以用什么样有趣的方法来重新定义这个 其实有点琐碎但又很重要的问题 然后让我们重新去证实它 如何把这个以完为基础的视角 然后慢慢的扩充 然后到不同的领域上面去做一些挑战 然后去改变人在未来的生活 其实蛮相信未来的时代 会是一个体验经济的时代 就大家会越来越会去买一根体验有关的东西 然后对我来讲这也是 我非常非常希望我们同队可以在未来纪念 可以慢慢做到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